下一段 孟子曰 无今而后 只杀人亲之众也 说我今天开始 就知道说 原来杀了人家的亲人 那个因果报应是非常重的 杀人之父 人亦杀其父 杀人之兄 人亦杀其兄 说这个 你杀人家的父亲 人家会杀你的父亲报仇 你杀人家的兄弟 人家会杀你的兄弟 去报仇 所以你杀了人 最后还是回到你身上 难者非自杀之也 一奸恶 可是你却会说 你的父母兄弟 不是你杀的 是别人杀的 其实是一样 一奸恶 一点点的差异而已 怎么说呢 因为你先杀了人 最后人家报仇 就杀了你的人 对不对 你杀了人家父兄 最后人家报仇 杀了你的父兄 我们可不可以反过来说 是你借着别人的手杀你父兄 我们可不可以这样说 而事实 这样应该说比较相近 这就是一奸恶 一点点差异而已 你只是没有亲手 拿着刀而已 这在说什么事情 这在说 因果报应 糟糟不爽 这个争权斗士的人 是多么的愚蠢 放出去的鸽子 最后总会飞回老巢 对不对 江湖有一句话说 出来混就得还 不是这样吗 对吧 所以你做的事情 最后回到你身上 行人的人 则可以远获 残暴的人 自朝旧游 这是势之必然 所以 看得远的君子 永远是好生 而误杀 古代有这样的理 就是说 杀父之仇 不共戴天 有没有 不共戴天什么意思 不跟他共居于一个天下 如果他杀你的父是何意义的 在古圣先前眼中是不能报仇的 如果他杀你的父 父是你的天下最大的恩人 他把他杀了 儿子要替父亲报仇的 那 报仇到什么情况 可以不报呢 他如果逃出了这个天下之外 我可以不报 在天下之内呢 我还不断追索他 古人是这样的 因为这样 所以没有人敢随意杀人 因为他随意杀人 他都知道那个报回来是很重的 各位你看这个事情也很奇特 学佛不是叫你放宽心量原谅人吗 原谅是对的 如果他杀人是何意义 是一点不计较的 就我父亲犯罪 本来该被判死刑 我能够怪谁吗 对不对 我父亲杀了人 后来他又被杀 我能够怪谁吗 但是如果我的亲人 是被杀 是不义而杀我的这个人 那我要去救助 救助不了 要去复仇 古人是这样的 因为有这样子呢 他的社会其实不会更乱 他其实是会更安定的 他是有道理的 下一段 孟子曰 古之为官也将以预报 金之为官也将以为报 说古时候啊 设官卡 是为了要抵御 那个坏人 盗匪啊等等啊 万一进来怎么办呢 我们就设个官卡来检查 只是为了这样而已 金之为官者将以为报 现在设官卡的人是干嘛呢 就是本身就是要 暴虐人民用的 怎么说呢 出入的人 每一个人都要挣一点税 有没有 给他围栏 你不留下钱 留下买入财的话呢 你就别走 像这样的情况呢 就是政府自己设一个官来围报 反其道而行 所以久而久之呢 上下的灵心就背离啊 这段呢 是孟子在失恋上古时代的 政治的纯真啊 到了战国的时候呢 样样呢 都已经不成人形了啦 在感叹的意思 下一段 孟子曰 身不行道 不行于妻子 孟子说 本身你不去行这个道德啊 不行于妻子 那么这个道德呢 你要去跌广 就连身旁的妻子 也推行不了的 那别人还用说吗 这个意思啊 使人不以道 不能行于妻子 如果你使用人 使患人不合义理 不能行于妻子 你连妻子也使患不了的 那还何况别人呢 这意思就是说 这个凡事啊 要从自身做起 从自身去落实啊 讲简单一点 好比说 一个公司的老板 他私生活很奢华 他却告诉他的员工说要节俭 这样就有点困难啦 对不对 讲到在公司里面 用电要节俭 用东西要节俭 连用卫生纸也要节俭 可是你看他这个老板的私生活 非常浮华 害怕 有没有 那这个他是要求不到的 别人是不会听他的 所以论语里面不是有句话吗 说 其身不正 虽令不从 道理是一样的 就是说 学问做起 怎么做 从自身来 先别要求别人 别人怎么样是别人的事 他的德性是他承担 你的德性是你承受 对不对 好 先从自己身上来 不怪别人的 下一段 孟子曰 周于利者 兄弟不能杀 周于德者 邪士不能乱 这个周 就是很充足 很周全 对于 这个货财 财力 很充足 兄脸不能杀 即使碰到了饥荒的脸 也饿不死的 因为你有很多钱 你可以买东西 你平常有储蓄 周于德者 邪士不能乱 对于你的德 非常充足 养得非常的饱满 邪士 不能够乱你的志向 这个德呢 就是一种 生成长养的 思想行为 举止这些呢 都算是德啊 那德性呢 平常就要累积啊 在这个邪士的时候呢 才不会呢 无所适从啊 这个意思 那么像现在呢 就可以说是一个邪士 这个大到小到 邪说士起啊 称吃不起啊 那么我们对于 德这个字 没有一点认识 我们就不知道那什么 才是真正的正道 你并不了解 你就会开始 划重取宠 你会上权好奇 走不在正路上 下一段 孟子曰 好名之人 能让千胜之国 果非其人 当时都更献于色 孟子说啊 这个好名的人 想要求不朽之名的人 能让千胜之国 好名的人 只要名其他什么都肯让的 然而他让什么的目的 都是为了求一个名 让到什么东西最大 历史以来让国的也有啊 有没有 燕国的这个国君啊 叫做快嘛 让国让给子姿嘛 结果被软禁 闹成一个国破家王了嘛 他就是为了什么 为了求一个姚舜之名 姚舜是真心的让 而且是求贤人啊 这个燕王快不是啊 让给一个昏昧的人啊 野心的人啊 然后想要跟姚舜一样齐名 那怎么可能呢 所以好名之人 看起来像个大善人 其实是以着最连结的手段 行最贪质的一个事实啊 这种人呢 是有的 果非其人 当时都更献于色 如果不是好名的人 叫果非其人 不是好名的人是怎样呢 便是好力的人 孟子的意思就是说 哎呀 看一看社会只有两种人啊 一个人呢不是好名就是好力 在这个黄河边啊 然后呢有好多的船啊千帆其发 好多船啊 那个 他说没有好多船 只有两艘船 怎么只有两艘船呢 他说一艘为了名 一艘为了力 其他没有了 你看起来几千艘船 就是两艘船而已啦 真的是这样 人世间啊就这么一回事 不是为了名呢 就是为了力 不是好名的人便是好力 单时豆根献于色 他会为了一点点的单时豆根 单时就用一小小的 竹裸装的饭 豆根一小小的碗装的汤 为了一点点的饭 一点点的汤 意思就是说 一丁点财力 就真的面红而赤 叫做单时豆根献于色 是说 这两种人都是不对的 但是要论起说 哪一个的 这个二比较大呢 是前者啊 不是后者啊 好名之人能让前圣之国的 虚伪比较大 至于这个好力之人啊 他们在争夺力的时候 他们都承认他们在争力的哦 对吧 明明白白的哦 所以呢 那个二呢 还是前者为大 在这个拆更坛里面啊 有这么一小段哦 他说心就像一颗明珠啊 以物欲 杖壁之 由明珠而混以泥沙 物欲就是这个财力啊 这个财力 贪这个贪那个 当它发生的时候 就好像这个明珠啊 被埋在泥沙里面了 以情势 称贴之 由明珠而适以银黄 但是呢 如果我们是贪明 我这样做 所以我很连结 我这样做 所以我很伟大 以这个情势呢 贴近你的心的时候 就好像明珠 喷上了这个油漆轮你知道吗 或镀上了别的东西啦 泥沙洗涤油翼 银黄除去最难啦 反正做恶的人 他都知道他的错 所以你说你错了 他说对我错了 叫他改 他说我应该改 可是那个耗明的人哦 却不是这样 他做的事情 孤明钓鱼 他做的事情看起来都是善事 你叫他除去呢 除不去为什么 因为他做的都是对的 不过他内心里有一丁点 不敬的心思呢 是贪明的 那个要除去很难 故学者不患诟病 而患结病之难治 所以求学呢 不患诟病啊 说我有点嫉妒啊什么的 这个 这个荣誉去除为什么 因为荣誉指正也荣誉知道啦 而患结病之难治 有没有 我们常常会有一句话 原谅自己 说哎 我呢就是 太过完美主义啦 有没有 然后呢 讲这个话 还有一点沾沾自喜 所以这个病呢 一辈子除不去 这个就是结病之难治 不为嗜障 而为礼障之难除 事情错了 很容易指正 这个道理呢 被镜像 只要一攀附上来 这个一辈子呢 都很难除的 蔡根坦的这一段的意思 大略就是孟子呢 好名之人 能让前生之果 果非其人 当时都跟献于社 这整段的意思 是相同的 下一段 孟子曰 不信人贤 则国空虚 说你不亲信 有人有义的贤人 那么这个国家看起来 就空虚的 为什么 因为人才都去了呀 国家没有人才 就无以为保 这个国家整个看起来 没有文化 层次很低 没有德性 叫做空虚 并不是你很多高楼 社会很繁荣 你的义铁很多 然后就叫做国家繁荣 不是 在古生贤贤眼中 没有贤人 没有高瞻原主的人 叫国空虚 无理义 则上下乱 理是定上下之分位 义是辩所当为的志向 一个事情要分辨 怎么该为 大小先后先排定好 激起一个人 要顺着这个次序去办的志向 叫做理义 没有理义 这些规矩 上下分位就乱 天下就大乱 像现在的天下就大乱 自由世界 就常常有这个事情发生 有时候还不如 那些古代的 遗迪之邦比较好 古代为什么 遗迪之邦比较好 古代的遗迪之邦 大头目 讲一句话 下面小啰啰 鸦雀无声的 我跟你讲 讲一句 大家就一起走了 你看还产生出一点力量 无正事 则财用不足 什么是正事 激励人民做有益的事 养民的事 这就是正事 匡政 国家 使我们民生乐利 百姓富足 这就是正事 如果你没有去注意正事 你去违背了百姓农忙的时间 你看得不够远 没有做适度的安排 则财用就不足 因为税收就不够了 你生之无道 取之无度 那么财用就会不足 这段在讲什么 是说 治国说起来难吗 治国说起来大纲 就是这样而已 怎么样 清闲 礼益 正事 正事是在最后面的 各位记得 因为正事该办什么事 很简单 不外乎交通 国防 教育 不外乎这些事 还有什么事 对不对 正事简单 难就难在哪里 礼益 而礼益出自哪里 贤人 贤人贤在哪里 不是只有正事 重要的是礼益 好了 那我们现在回过来看我们现在的世界 各位 礼益重要吗 一点都不重要 连尊敬老人说 我为什么要尊敬老人 小学生爬起来跟70岁老人打架 打成一团 你有看过这事吗 好可悲 这社会上常常都有的 员工骂老板是猪 一大堆 丞相骂他的国君 婚君 一大堆 没那么婚也骂得那么婚 所以君也婚了 臣也婚了 举国昏昏沉沉 有没有发现 电视打开 真是不能看 这个其实世界还不错 但是他们骂来骂去 感觉不忧郁也很难 这个就是治国大纲 最重要的现在 我们已经不重视 最不重要的 而我们现在也没办好 那不要讲治国 回过头来人生也是这样 要活得正确而精彩 也不过如此 亲近贤人 实行礼益 至于事情该怎么办 那些你的个人的琐事 其实是很简单的事情 我们今天讲到这里